我同学送给我一块破银元 他说让我帮他写暑假作业 听说这是古董 你看值不值100 听说是古董 张口就问值不值100 看来你这是对银元不懂啊 这个飞龙并不是说破 壁面黑色的是他的包姜 你这年龄不大就知道正外快了 其实我也不想帮他写作业 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电影里经常说好兄弟就是有难同的 电影里说的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他这给你一块原相飞龙银元 这你们好兄弟的性子就变了 送你一块什么不好 偏偏送你一块军法笔 小朋友我可告诉你 这原相飞龙他可不是普通的银元啊 这有啥不普通的呀 这种银元他家里多少事 上一次我还欠他几种钱 哪家里的银元送给别人呢 那你这个同学可是真不懂事 我看你们年龄差不多也都十来岁了 家里的银元再多也都是爸爸妈妈辛苦攒下来的 决定权在大人手里 像你们这个年龄啊 绝不能轻易的随便拿出来送人 还有你绝不能轻易的接受别人的赠予 我感觉也没什么吧 我替他写作业我也很辛苦的 他给我一块破银元 作为劳动泡舟很正常 你这话说的就大错特错了 替别人写暑假作业可不算什么劳动 你想想你帮他写了之后 他就相当于没啥事了 同样是学习 那就相当于吃饭 你天天把他的饭吃了 那时间长了他会饿坏的 写作业和吃饭一样 必须得自己写 没关系的 这银元他家里多少次 也不是拿他爸妈妈妈的 这都是他爷爷摆地摊用的 反正不会 无论拿到谁的银元 无论值多少钱 反正你同学的做法不对 你的做法也不够朋友 朋友之间应该是相互鼓励 尤其是你们年龄大小差不多的 不应该处处以钱为中心 尤其是你们对这些银元不懂 对吧 更不能轻易的拿出来变现 我不懂没关系 我今天不是找你懂的人吗 反正就是一块破银元 你看值多少 一块破银元 你这口气可不小 这个是军阀币原样飞龙 平时别说你没见过 恐怕你家里人都没有见过 你就是现在一个月收入一万多的人 买这种原样飞龙 也得涨个几十年的钱 飞龙是军阀币里面的名义品 当时袁世凯称帝之后 发行的纪念币 数量极其有限 只有达官贵族 才能有幸得到一块 就一般的都在几十万一块了 而你这个更厉害 我刚才几次看了一下 你看你这个还带签字 这个是签字版的飞龙 这种飞龙就属于正人八经的样壁级别了 据可知的数量啊 不是两个就是三个 这数量是相当相当的稀少 只可惜啊 我看你这个壁面状态不咋地啊 这压力说实话一言假 尤其是他的鞭视 我这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材质啊 好在是银的 大概市场价也就二百块钱吧 只能卖二百 这钱也确实不少了 比你刚才说的那么熟 我还以为能多卖个几百呢 二百就二百吧 你对这种大针级别的军阀 比不懂很正常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像你拿来的这块原样飞龙 签字版啊 如果是真的 就以你这个品项的话 呃 少说价钱也得在几百万 因为这种签字版的飞龙 实在是太少了 几百万我的妈呀 几百万那可是后面就个银了 这钱一下子能堆一屋子 这下子我吃花钱了 那你要靠卖这个银员 还真发不了财 刚才你说的你同学 他爷爷是摆地摊的 就冲他这个职业 就你这个银员 也不可能是真的 呃 好在呃 也不是真的 但是二百块钱 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说 也算是大钱了 作业呢 你也别替他写了 银员呢 还给他还回去 告诉他 以后不要再拿家里的东西了 那就行吧 我回去给他商量商量 老板 你看我这两万块钱 这个老厂家做这 是买了三块银员 我感觉这次能挣一笔 两万块钱买三块龙 这如果对的话 就单拼这个水龙 你确实是尖大漏了 我都鬼话好了 这次能挣钱 我能准备弄个大门开篇 你也不要激动 你这三块银员啊 看你这个北样 这是一言凯门的贫项 贫项很一般 另外一个大情 这都已经听你乳喝了 也是带酱菜报酱 唯独就是你这个斐龙 这看着不是太舒服 既然老厂家卖给你的话 咋可能那便宜呢 你看你也觉得便宜 对 我都感觉太便宜了 自己我都没躲销 把钱给人家 我都能够走了 主要是你这个斐龙 无赏无措 也没啥大壳 所以单听你买的价格上来 不太真是 主要他夹来几用线 刚才这个要四万 我看他找全是早期买 直接给他砍到两万 我不说你看价 砍了有多厉害 就单说一个老厂家 他要储收一块匪中的话 涨口要十万的价格也不对 你更何况两万都不到 你买的过来了 价格却是便宜 关键还是一块罗币 你竟然给他拿一下 罗币咋来 我是总共考虑的 你看他这个大秦 我都对比广王了 他广王一摸摸一样 对 这个大秦确实没问题 百年降材宝将 你就是不对广王 这也是以言凯闷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块北洋龙 老师我买纸件 我看着也没问题 北洋龙也确实没啥问题 这种笔面 这都是以言凯闷的东西 显不说他的贫乡在样 就单看字面这一块 这上面的宝将都已经入骨了 这是马金的降材带驴秀 这种状态说句不好听了 你连赵家都照不来 说实话就看你这个费龙 我咋看咋不舒服 你别看着他不舒服 我还指望他我整天的 你给我看这三块银院 能给我多少钱 以我看的话 你这三块银院 只有北洋和这个大秦 这两块整体看的话 差不多也就是一万块钱 那相当于我的费龙 是一万块钱没的 对 你十二十多 他早就用 我能减多大楼 我感觉无漏可见 收嫌像那种冤相费龙 在国际是属于纪念币 真正的法应量并不大 你这一万块钱买的话 价格和银院极其不对等 他这个品项并不差 即使上面带几个锅 你一万块钱也捡不来了 然后就是你从捞肠家的时候 是可以买到好懂银的 但是也没啥漏可见 因为捞肠家他们玩银院的事件 他不是一年两年了 他们有很多经验在里面 认识的人也比较多 几十万一块的斐龙 咋可能一万块钱卖给你呢 他们有时候来的基多永健 我看不来了 他全是找基永健 基永健有时候会不会是皇子呢 你看他表现的是基永健 他看你像践他的大楼 就你这个斐龙 首先从保奖上来看 说实话 他并不像你看这种二十五年 还有这个大清的保奖 他保奖并不是一样开门的东西 再看他的闭面压力也不幸 再看看他的贬吃 尤其是他这贬吃 说实话 也没啥压力 这我看呢 说实话 咋看咋不对 你这一万块钱买回来的话 我感觉啊 我个人 感觉你这一万块钱很难挥奔 我看你这个斐龙 是个假假伙 假的不可能 你是不是斐龙的 没有 假的路的 没有 说实话 你是相躲了 一般像那种保奖怪怪的音乐 别说我捡你那种 你让我买 我都不买 即使你那一块斐龙过来 说实话 你不是拼几笔 我的客户 他还不会去讨欠 去买这种罗币 大概情况就这样 你说实话 你这音乐 我感觉啊 应该是捞肠甲给你上了一课 我感觉是这样 那我来找人看 那你只有再找其他人看看 祝你梦想成人 结婚八万把的钱 令我万万没想到 就换回来这俩破音乐 你说这能挡穿甲包吗 音乐啊 确实可以挡这个穿甲包 你这八万把换回来了 应该是洗手了必须 来我看啥来 洗手不洗手 我会知道 看着这两家音乐 我心得很不踏实 总感觉这音乐像是家来 家倒是不会家 你这两块音乐 都已经拼你乳喝了 尤其是这一块大透 这包奖 这都是一言凯门的东西 整家我也看不懂 这八万把的钱 离换回来的音乐 比黄金还贵 那确实之前的音乐 比黄金贵 你还准备说 你这个大透 还不是普通的大透了 我刚才看这个地方 你看曲银 款鞭 这是属于滇听的无常 另一块是 运难的半夜捞弄 那你这八万把换回来了 只能给孩子挡穿甲包了 不是咱呢 我也委屈啊 几年才给我媳妇解了婚 没想到我丈母娘 把八万把的菜类给她 二一不拿去了 你说这两人能值八万把吗 这个八万把的菜类啊 是属于你们的家务事 我这一个外人啊 也给你锁不上来一二三啊 你放一大胆的锁 我丈母娘这个人 我还指导了 你说吧 我真的给你说不了 一般男王给女王下了财力啊 算是具体的这个称义吧 大部分假定条件好了 都会给女儿带回来 如果能媳妇假定条件不好的话 那你就当扶贫算了 毕竟结婚了 把媳妇也娶回来了 我媳妇确实是娶回来了 我媳妇也确实想把钱要回来 但是我丈母娘说的好挺啊 说医院的价值和菜类相当 给讲来这个资本的党穿甲包 更有意义 哎呀 你丈母娘说了也没毛病 这医院确实可以党穿甲包穿下 比较有这个传承意义吧 我刚开始以为是家类 如果是家类 我就可以顺留村长来 把这个菜类先要回来 这现在补夹 我也很无奈 我作为过来人还要劝劝你 毕竟 那俩刚结婚 因为这八万把的菜类 和那媳妇的娘家人 闹得不愉快 对你来说孙势比较大 朱叔俩子在匪牢 得不偿识 你说的对 俩人家就俩人家吧 你给我看 能指多少钱 反正是不佳 指多少 你都别指导了 不然啊 你肯定会闹心 何必来 我知道你认为我好 无论人这俩人家 指多少钱 我都不会去给我丈母娘闹 那好吧 那我给你现在来讲一下 首先啊 说你这个冤大头 这种音乐啊 你看 B面的包奖比较好 两面 你看多少都带在洞材 一般这种 菜大头啊 是属于陕西的洞材 就好久好在他这个包奖上 另外呢 他就是带来一个班 五场班 五场班就是 滇心的这个地方 曲银 宽边 还有这个甘蓝痴 因为他这个拼击如何了 这甘蓝痴还看不出来 虽然说拼击没给粉 凭借增低状态而言的话 两千块钱还是绰绰有余的 被你垮了那么好 竟然才值两千块钱 有点可笑 中低上来说 状态还是不错的 另外是小一号的云南半院龙 这种啊 是属于伏币半院 党是在云南增低那边 法应量还是很大了 和乙元的面 只是他那个逐币价格相差很大 乙元的选重牢笼啊 都上万了 而你这个拼向 也算是通过状态吧 你看这个笔面 多少有一点你一倍 因为半夜捞弄啊 现在价格跳水了 大概也就在一千五左右吧 越股越便宜啊 嗯 不知道价值之前 我还以为是假的那 这请完价值之后啊 对我媳妇娘更失望 你还是看看点吧 丈母娘扣财离离事 躲了去了 有了半块医院都没给你 你不是照样没话说吗 你就当上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用过多了去想这个事 给那媳妇爸日子过猴 你们还要年轻 八万把也不算多 夫妻通情啊 七粒断尼 很快啊 爸妈就挣过来了 老妈说的对 请你说那么多 我心情好好些 先谢谢啊 没事没事 我男朋友送我一块订婚姻院 我拿回家了 我妈看看说是家的 你把妈给我看看的 那既然是订婚姻院 一般都不会用家姻院 你这个大清宣三 我看这是一言开门啊 我妈说过了 姻院都是冤大头 像这种中央很贵 但是大部分都是家的头 贵到谈不上多贵 主要是那妈对姻院了解不神 冤大头比较常见嘛 大清悬散 也是常见了龙阳 你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自口全神的 龙岭 华职 都比较完整 保奖还很好 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小了 这他才订婚 对啊 我择偶的要求比较高 我今年37岁了 找我男朋友快无事了 我妈刚开始还不愿意 他看我男朋友对我比较好 也就妥协了 他就心软了呗 那确实是这样 为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来幸福 姻院整家没问题 给你还拿着吧 你先别着急 整家没问题就行 这个姻院我在网上插了 有人说这啥子吗 是整个家里 30万 我觉得你差了有问题 我看你这个大秦选三 这龙维处运 输议审班 也不是那种比较洗烧的阿厚点 这贫向流通过 和一板 即使是那种冤广带转广 对吧 为流通的贫向 打个皮革给个最高分 也支不了30万 确实是有人给我报价30万 我还以为是遇到骗子了 结果又找一个家公司 又指寻了一下 每销呢 他们给我报的更高 都指40万 哎呀 像你这种情况 在网上寻假很正常 你别说拿一块大秦悬 咱问他们 对吧 他给你说30万40万 你就是在地上随便捡个石头个的 他们也告诉你 这是天价的那个运势 你这比喻大泪 意思是遇到了大富裕了 对 任何人都说支箭 故意是有家吗 你这个音乐具体能支多少件 和你在网上找几个人寻假 没关系 你把王上那些搭着简定 转假来名号 来给你估价来 都是有套路的 无论你拿什么给他们看 他们都会给你动则 给你报几十万 有了甚至是上百万 签提啊 就是让你带着东西去找他们 一系列后续 还有各种费用 你最后对吧 让你出现 肯定要搞于这个音乐奔神的价值 听你说的话 又不让人夹了 那你说我这个音乐 到底能支多少钱呢 能支多少钱 其实你这个男友啊 应该是心直肚命了 毕竟啊 这是他送给你的订婚礼物 他肯定知道 他说不到一个数吧 弟弟知道我现在 我也不知道 不到一个数 那就是不到一万 这价格啊 才是大清宣传 表着的市场价 为啥这样说呢 因为你这个大清 说起来他溜筒过 贫向各方面来说 不是那种未溜筒的状态 所以相对啊 价格优势就抵很多 然后啊 他也不是那种 最值钱的阿厚点 你即使是阿厚点 价格也就比普通的 这个大清贵机钱 虽说溜筒过 但是整体状态还行 大清主要是看他这个画质 你看你这个画质 非常清晰 加上lone也比较完整 保险各方面也不差吧 个人看市场价 也就是大清贵管件嘛 大清贵是大清贵嘛 只要不是加了就行 对 一下子有人说几十万 我说紧张啊 就像做过产人一样 幸亏没躲跑一趟 你躲跑一趟 说实话 估计能单游也会喇着你 不让你去 你想想看 他买的时候就不到一万 怎么可能市面上 对吧 有人给你储几十万呢 这价格很不正常 事出翻账必有摇 反正你这是幸亏没去 估计去的话 也算是白跑一趟吧 这不得感谢您的那眼交年吗 要不是您的话呗 我还整相去试试嘞 实话是说啊 这个各汉入各山 对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不要情意去尝试 不管这么说 你这个音乐不佳 我看你年轻也不消了 不如好好地把你这个爱听 把我好 音乐以后可以给孩子们 挡个穿架包 比啥都强 总好听你了 好谢谢了吧 没事没事 我朋友给我借五千万年 放我的地下了两个音乐 这一件大半年联益不上了 你赶紧给我看看是真人是家的吧 大半年联益不上 是不是有其他事 借你五千万年也不算多 作为朋友应该不会骗你 来我看一下 五千万年也是不算多 他也是无心苦苦 正在那边的 万一他的音乐是加的 我可是哑巴醋了 有功能 有啥说啥 那朋友这俩音乐状态不错 这都是MS级别的 我看这未必是加了 你摆未必 你得把我看清楚 好歹 我也是最近摆 拿给他的五千万年 你这盒子币 整家必须得仔细对比观望 但是通过这笔面 我看问题不大 这俩你看都带转光 如果加币的话 币面压力 不会有这种广度 给你吃个定性味儿吧 如果那朋友欠五千块钱不换 你摆带这俩音乐 你不会吃亏 我也不能管 请你的一变子吃 反正朋友现在也联系不上了 我收到现在也比较低 既然你说这俩音乐是整的 那我今天就卖给你了 你这俩音乐整家 确实是没啥问题 但是现在都边线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你说的话啥意思 你不要可能是假的 你不能管站上说话 不要通 我这是站在您的礼仓 为你考虑的 收钱 那朋友借您无钱并不算多 才始练半年 你怕啥人 人家音乐都在这低压着 再过半年 对吧 他也够您的奔金加利息 人家又不是说借您五千块钱 不准备换了 要到牢来 你给人家卖了 对吧 无可厚非 但是你不经过人家的通议 这不合适啊 我感觉没啥合适不合适的 有个我愿意不愿意了 有个我并没有说 给他要利息 你说我现在几个年怎么办 如果我朋友已婚了 那我就一直给他报告一辈子吗 具体怎么办 我还真给你说不了 就给那朋友五千块钱 我只能说你够仗义 当意不当意我不知道 我现在反正是合适用件 你说咋办吗 具用件你可以给别人走断一下 毕竟五千块钱也不算多 我的意思是 能朋友这俩音乐是搞于借你五千块钱的 你不用端齐那怕他抛路 大不了 将来对吧 你给他要点曝光费 你这话说的怪请求 整家我还不知道 你说他俩到底值多少钱吗 整家确实是没啥问题 刚才我都给你吃过定型饭了 那我就给你说说他俩的价值吧 因为这两块医院 你看这都是未流统的豪平像 这个便宜一点的23年穿样 我就不过多了给你说了 就单说这个UNC的湖北龙 这个湖北龙 它是属于党内法性的生龙 你不要看它是生龙 就感觉觉得它便宜 你看你这个状态 你看皮鹤给的是UNC912 但是我看你这壁面 尤其是他这个龙内 几乎可以说是未流通 未磨损 因为湖北龙 他的龙内基本上都是忽住的 你这个龙内特别好 而且你看两面都带转广 还带一点黄油彩 这平像说实话 真是没法说 就凭你母亲这个平像 我给你初步估计的话 这拿出去 请您随随随 卖个一万五 完全没啥问题 怪了 你正好说错了 因为这俩人员不属于你 知再多钱 你也不能买 在手机不好听论 假如那朋友明年回来了 五千块钱交给你 你必须得把这音乐 弯笔 背照 弯毫无尊论 得还给人家 我现在确实是机用钱 你嫌的吗 是我这样吗 嫌你啊 你这的 我朋友回来之后 要拿来给你点服务费 说走 你看咋样 我看你确实是机用钱 那实在不幸 我把你这个忙也行 你也拿出钱去印记 讲来那朋友回来之后再说 那太谢谢老板了 没事 这一家家我人没自己 你确实是一个养育的娘 谢谢 这马上跟弟弟该结婚了 我这个党结了 没啥可标子了 所以没给他送20万 来把这个姻院给卖了 请您说话这口气不消 掌口要送给弟弟20万 但是您这个黑龙娘生造了姻院 我这是第一次见 这是咱老公甲里边的穿甲包 弟弟要结婚 这不是干脆机用钱吗 原来是咱老公甲的穿甲包 这个黑龙娘生造了姻院 你看这包装的品项挺好的 自口清晰 隆隆比较完整 关键是我不知道行金价 我劝您还是给咱老公那位 这穿甲包可不能以示 机用钱你的鸡脉 你这老板咋这样的 说二分的省意你咋不解 咱这结婚是大事 我都说一个弟弟 这不是平时都是不吃不喝 咱过卖铁也得给他凑二十万 二十万说实话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再次请弟弟 你也得根据他自家的情况而定 你说话给老公一个口气 我弟弟这辈子都接着一次份 我这个党结的必须得支持他 弟弟结婚 党结的指示他是对的 具体给他拿多少钱 得根据他家的经济情况 像这种穿甲包音乐 不能随便边线 我的意思是 最少得给他老公赏量一下 毕竟你这个姻缘有那么贵重 我给他没啥好赏量 我弟结婚 他让我拿一万 意思一下 我都不听他了 我就得给俺弟拿二十万 其实你的老公说了没错 弟弟结婚 一万意思一下 你这拿二十万 说实话 那讲来他省孩子 他在办其他啥事了 你说你给他拿多少钱 有限度都拿 反正我都是一个弟弟 拿多少他都没意见 那是了 肯定能弟没啥意见 拿了越多他越开心呗 关键是你给那老公赏 掺上了矛盾 对吧 尽量之事 得少来那赖 关键是离上王赖这一块 这都是想故事 这次能弟结婚 你拿二十万 下一次你再办事 他不再给你换回来吗 对不对 我肯定是不会要颜地的欠 你别劝我了 我就这个批准 你看这个块音乐能给多少万吗 说败了 你这是点心的福地墨 一心直归弟弟着想 但是你这个音乐 我只能说我买不齐 该会由你买不齐的 你别牵去了 你看看这多少钱 一般像你这种音乐 大多都是出于那种十注币 排卖也好 个人卖也好 收钱啊 必须再去搭那个PCGS的盒子 相当于我们个人的审问证一样 得由这个拼金公司给你做背熟 说实话 黑龙奖生赵的这个音乐 我确实没见过 但是在那个排卖会上 倒是见过 7200分的那个通知样币 还有3600分的通知样币 那两种价值反正是不便宜 所以刚才你拿过来的时候 我就给你说 这样的音乐 我是第一次见 你都没见过的话 那应该是更自贴的 干老公一直把他给党中 穿甲包 党穿甲包也好 这个我没见过也好 我只能说给你顾不了价 我捡一年 还是拿回去 给那老公要钱 价是最合适的 这样吧 50万卖给你吧 你仨都白说了 50万 50万 这种音乐 其实喝多少钱没关系 我这样跟你说吧 像黑龙娘在国具 她就没有这个照币城 像现有的这个通知样币 也都是 无一坨那个湖北照币城 定制了 所以像这种音乐 再拿省盘来 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 我一直给不了你家里 就是这个原因 明白吧 你说这话 他有点绕 那确实 你怕我卖了钱 给他弟弟 也怕他老公打我呗 对 我确实 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吧 毕竟 对吧 你都结婚成假了 看你这个打扮 我感觉 应该也是普总人 你平时连衣服 画妆品 对吧 你都不舍了没 对吧 你这一下子要拿20万给弟弟 说实话 我作为过来人来说 我也是看不下去了 哈哈 哎 你不要算 我都不行 你给的时候 你还嫌着天哪 我找其他人卖 那行 再找其他人卖吧 那姐啊 对我一点都不行 这马上该过年了 这一万个年都没有 可怜妈妈的 给我一个破音乐 音乐也是钱啊 如果真给你不勤的话 估计一块音乐 也不会给你了 来 我看看啥的音乐 哎 一块音乐 你说能值几个钱呢 啊 我是给他准备借一万 说到底啊 还是我姐讲了没有钱 你这是一块 原味的 33年北洋龙 能给你这样的音乐 说明那姐啊 还是疼你了 我已经打半年没上门了 说得最缺接了 这疼我的话 直接给我一万个钱 所以说你这个 值不了一万 当然是争低味道不错 尤其是他这个loning 也可以说是蛮loning吧 而且还带来一个号班 你看捐三这个地方 有点开口 这个S比其他字母大 你这打半年没上门了 你咋不去工作啊 不是我不去上门 是几年上半年 我上门的时候好好的 那姐给老板脑别扭了 自己拉着我辞职了 他说了 以后缺件 自己找他要 很明显的接党 是应该是熟悉了 你也完全没必要挡真啊 你有胳膊有腿 我可能直往那接一辈子 都是有人敢接 我的工作才没有了 这顺势 我肯定得找他要 你这个要求按理所 也不过分 一百年轻人上门 一个月按三钱来算的话 你这打半年 也耽误你 挣很多钱了 给你这个音乐 也算补偿你了 关键的是 这个音乐不值钱呀 刚才我路过 今天的时候 一打听 我说这银子 五块钱一颗 这个音乐 二十多颗银子 也就一百多块钱 这不是回合吗 今天说了很对 他们告诉你啊 是音乐的成本价 应该是给你 打个逼方而已 毕竟一百多块钱 你这 不是没卖给他吗 我肯定不能卖 一百多块钱 可以拿到拿 所以我躲了一个信价 来到你这来了 因为卖是对的 一百多块钱 只能卖音乐 这么重的音子 音乐一百多块钱 肯定卖不到 收钱像这种音乐 你看无赏 无可无毛病 你看音子卖 肯定是找他了 好歹音乐 现在也是无极温物了 毕竟这种音乐 它不可再生 当股东卖 价值才能离异最大化 老板你说的很对 我这乡人 我姐也不应该毁我 所以来找你看看 它的价值 对 如果整治一百多块钱的话 那姐肯定提前告诉你了 你这个33年的北洋龙 收钱从法性量上来说 比34年来要稍分多 在众多北洋龙 34年和29年 它算是一个梯队 而这两个年份 价格是不想赏下来 另外就是25年和33年 算是一个梯队 因为这两个年份 整体上还是比较少了 然后才是26年了 北洋龙旺 具体来看银元的状态 你看皮革给的是XF92 它这个粉质 XF的意思就是六筒窝 笔面确实有这个六筒分底 但是笔面保浆确实是不错的 你看阴色略带低广 两面 说实话带这种荒油彩类保浆 整体保浆比较均匀 龙样 其实主要是看它这个龙令 你这个龙令 可以说是劝龙令 主要是带来一个班 爽绝大S 你看它这个三字这个地方 有点裂开 S字母啊 比其他字母大 这个班发言量还是比较少了 母车 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 能卖个六千块钱 这还是绰绰犹豫啊 六千都六千嘛 你今天那一百多钱 说实话 我听到一百多的时候 我洗都要睡了 反正你 咋说嘞 主要是别人给你打个比喻而已 反正你也没卖 完全可以不必当人 散人散见的爽绝音乐 平时也并不常见 能接把这个给你算不上了 这过年啊 说实话 过老年 你还得去招一个正经拥挪干 指望别人不如考自己 别人给你的再多 说实话 还没有你自己正的踏实 你说的太多了 我先把这个你也读过了再说吧 对 别也给你了 行行行 那我给你算上吧 这一回让我气力不轻 咋来 也那么有钱 算家 就给我了一块破银银银 对不起 我给他买了二斤套 你这个银银银我看不错 原子原味的 银相共和银银银 这个粉一块菌发壁 你这还省了 纳闷的了气 我吃亏了 就粉着一块 他不过我买 给他买了八十块钱的烫了 我还以为多少钱了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虽说你这个共和没粉 但后代也是一块 银味的状态 你不知道 一般像这种菌发壁 清晰的太多了 银味的烧之又烧 你对那爷好一点 年纪大了 那吃烫 容易血汤糕 一些油腺 啥都不求 所以说血汤有点稿 给他买烫的话 他也不吃 到我走的时候 我得他带回家 给孩子吃 你这种做法 似乎有点不妥 明知道那爷血汤糕 你还买烫 走了走了 你再带回家 你这相当于啥都没卖 你孝敬老人 也不是这样的 孝敬老人 主要这个爷爷 疼过 你就拿这次 粉银银来说 我汤弟 一下子粉了十几块 你看 都给我了一块 很明显看不起 给你说句实话吧 那爷真没有看不起你 如果那爷看不起你的话 就不会给你这个鸳鸯共和了 银银这东西 毕中不银鸯 价格差别很大 你一定要懂得 止住昌乐 不要和别人叛逼 你不知道 你从小孩爷爷就不待见我 每一次 他兄弟在外面跑着玩 他让我在家写作业 要么 他让我写 他给我不支持作业 你这个不待见 那个四永 错了 那爷这哪是不待见你 这分明是对你期望很高 这叫观止焰 爱之切 没有你想象了那么好 那我的童年 都是在休息中读过来 我觉得您是对那爷爷有误解 像您现在也有孩子 从小您希望他好好学习了 还是他不学习了 肯定他希望他好好学习 这就对了 正是从小 要成一个爱学习的习惯 才能在通通年龄的小伙伴面前 出来拔锤 才能由现在变了那优秀 优秀倒谈不上 我对这音乐也不太懂 你给我看看 这一块能换多少钱 这个鸳鸯共和 他的面质 确实是以愿 在民国那时候 面质相当于是一块鸳那头 但是国去向我们扑董人 又解除不到他 因为他是以纪念币的形式发行 党是民国纪念币 和现在的纪念币还不一样 现在的纪念币 你有钱可以买 以前的纪念币 你有钱买不到 在党是只有一定审分的人 才有资格拥有一块共和 据官方的数据 就像这样的共和 党是也就发行了6万枚 比如我们昌倩的元大头 是真正的纠纠纸一帽 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洗潮的 你这个收钱 整家没问题 这个批贺都已经给你乳贺了 虽说批贺没给粉 但是它是冤子冤味的状态 冤味的共和说实话比较稍贱 基本上像这种举法比 在国去都有面质 但是没有失人 舌类拿出来溜筒 所以品项包装的都非常好 正是有了笔面上这些包奖 所以批贺才会给一个 踩F九十七的状态 两面包奖都不是太重 看着非常自然 因为共和 整体组装量不大 所以共和的笔面 它这整体都是全审杂的状态 毫不客气的跟你说 就凭你这个状态 现在倾听送送 卖个九万块钱 还是有了 什么 九万 对 一块银银银能值九万 对 我得乖乖 这价格确实出货的意料了 我说我跟上一 没一些闪的黑位来 那你现在知道也不完 孝敬老人说实话 啥时候都不完 最关键的是 你得付出实际行动 所以当你把这个共和 拿不来的时候 我都说 那爷爷肯定是对你很好 还是那句话 不要意味了 可能汤兄弟去盘鼻 鼻来鼻去没啥意思 你做好 你自己说实话就行了 你说的对 还是爷爷对我好 我再去给他买点东西 对对对对 好好地孝敬孝敬 那爷爷真当你 你说我这脚的都是谁 傻假我朋友 掌嘴给他借三千块钱 竟然都不借给我 你给我看看这几块银银 能不能卖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还你说也不多 看来你这个朋友 也不是多有钱的人 来我看看你这啥的音乐 正好 你说错了 我这个朋友 他不带有钱 家里边还是做省一类 做来大 就是有时候嘛 做人有点太仔细了 一般做省一类 为人出事都知悉 你这音乐数量不少啊 随便卖一点 也不至于去掌握 给别人借钱啊 我这年还是没办法 只要少弄就没啥顿了 你看一块能不能 给三千块钱嘛 我等着给媳妇去买导具呢 你也不要着急 我看你这音乐 这都没啥问题 盒子币 这是一块整坪的梗子 哎呀状态不错 另外一块 你看这块币还是带远广 看他假贺的话 你看 哎呀 还有点取盈 这是一块无常 还有这几块 罗币 这都是一言凯门的 中共夹在一起卖三千 这价格有点车 我没有护车啊 嗯 既然卖不了三千的话 那你给我两千 我还中啊 我已经和安 我让媳妇说好了 我已经给他答应 买一套游戏导具了 我不能实信啊 你别搞错了 我不是让你实信 我说了 你这音乐的价钱 要的太便宜了 许爸我吓一跳 嗯 我还以为这不值钱的 够买一道具的都容 哎呀 游戏道具 那都是许您的东西 怪不得那朋友 不借给您钱 是我 我也不借 像您说 吃了上顿没下顿 说明您啊 没有一份 稳定正式的工作 这即使给那媳妇 买了道具 你这卖几块银院 那下次咋办呢 还有就是 你这银院啊 你连价格都不知道 这冒冒人来卖了 这不是亏了吗 没事没事 这几块银院都是拿朋友 这次我拿出来扁现 虽然是我借他 以后都我发达了 我加倍还给他 下次再用钱的时候 我再去拿他几块就行了 哎呀 这几块银院是能拿朋友 说实话 三钱不借给你 你觉得拿他的银院 这合适吗 这就让他合适不合适的 大不了以后 我游戳换给他 不都行了吗 我卖多少钱 我都会告诉他 你这话说的请教 银院给朋友卖了 你再还他钱 你突历实杀你还不如直接给他借钱来 扁业医院 反正变得很麻烦呀 借钱他还不借给我 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吗 你看看能给多少吧 那其他来想不说 我还是想给你来估计价 想说这个 带院广的这个无偿吧 B面状态确实不错 曲盈 宽边 这隔着盒子看橄榄吃 这都是以蓝无语 所以说给了一个 哎呦 这凭这个状态啊 我感觉能卖个两千多吧 两千多还挺好累 差不多一块都够了 随便你其他类 来给我估一下价吧 你都扁现了 下次生日后再给他借钱 哎呀 你这话说的倒是不谦虚啊 拿点别人的音乐 你在这里边装大宽 你估价吧 你估价吧 哎呀 做朋友不是这样的 另一块啊 说实话 这个盒子币梗子 这状态也不错 很可惜啊 这是没给粉 只给了一个整瓶 整瓶啊 一般都是公磨拼尼石 不给粉的笔 我个人感觉拼尼石 这烟力达不到 我说实话 这个梗子状态不错 两面你看 这都是属于圈身的 尤其是这个带隆铃的这一面 几乎是没什么磨损 梗子平时我们并不常见 但是看你这个状态 说实话 价格也不会便宜了 能给到四千以上吧 你这一块吗 这价钱习惯人 对 再给我看看其他的吧 今天一期都给他贬现了 哎呀 这其他的罗币 说实话 我也不给你细看了 给你两个简影 第一 拿朋友的因缘 无论值多少钱 说实话 我都不会给你贬现 第二 忘了我卖优戏道具啊 你要谨慎 尤其是像你这种 没工作 没经济来源的 一定要靓临而行 最懂一样 你还赶紧 给那朋友拿回去 你这我磨叽半天 哎呀你这不手萌 不要不要 那你这不是我浪费你实验的 你啥假的啊你 咱们 感谢观看